欢迎来到宝可梦图件小课堂 今天的主角是雪妖女 雪妖女是冰属性和幽灵属性的宝可梦 特性为雪影和诅咒之躯 雪妖女看起来身穿和服 躯体的部分其实里面是空的 据说是被怀抱用恨消失在雪山中的女人魂魄所附体在冰柱上的宝可梦 雪妖女会吐出零下50度的气息冻结猎物或是中意的人类或宝可梦动起来 传说中她最喜欢男性的魂魄 会视众杀死行为不减的男人 在宝可梦钻石珍珠第115集 雪妖女为了救出同伴雪童子而抓了波加曼喵喵当人质 以帮她寻找雪童子 在大家的努力下成功击败了盗猎者与兵鬼户 救出雪童子 雪妖女也终于与雪童子团聚 所以当刮着猛烈暴风雪的时候 听到敲门声也千万不要开门哦 接下来到雪童子的进化链 雪童子将会在等级42进化成冰鬼户 而雪妖女的进化条件较为复杂 需要把觉醒之时用在雌性的雪童子身上才能够进化成雪妖女 在种族值方面 雪妖女和冰鬼户都均为480的种族值 雪妖女在速度方面比冰鬼户高了30 但是生命值 木房 特房上各少了10 所以雪妖女会比冰鬼户来的脆一些 在属性上 雪妖女和冰鬼户的弱点也有稍微不同 由于雪妖女具备幽灵属性 所以格斗属性将视为无效 但弱点上增加了幽灵和暗属性 在特性方面 我觉得雪妖女的特性来的有点可惜 我们来大略说明一下特性 雪妖女的特性是雪影以及诅咒之躯 特性雪影会在下雪天气时提高自身的闪避率 隐藏特性诅咒之躯会在受到攻击时 有时会把对手的招式变为定身法状态 由于这两个特性都存在几率问题 说真的小编觉得不太适用 最后 小编附上可搭配的特性 性格以及招式 特性能够选择诅咒之躯 不过小编觉得影响不大 可以根据队伍调整 由于高伤害技能都以特攻为主 所以性格方面推荐胆小 降低物攻增加速度 在招式方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一组招式 小编的雪妖女主要是打同命流 招式上我们能够选择撒灵挑衅冰冻之风 同命 在道具方面可以携带气势批带 主要有利于同命招式 在努力值方面 可以加满252的速度 252的特攻 其余的4可以加到生命值 这些搭配都是小编本身的经验 不具有决定性 大家可以自行调整呀 今天的宝可梦图件小课堂就到这里啦 制片不应 帮忙订阅按赞呀 我们下预期的宝可梦图件小课堂见 拜拜